今天是端午節 各地的龍舟賽事熱鬧開跑 也在中國廣東有一支媽媽龍舟隊 多年以來持續的試煉 已經從農村划上了國際舞臺 還獲得了不少獎牌 廣東省東莞市沙田鎮中圍村 有支特殊的女子龍舟隊 二十四名成員都是地方媽媽 年紀從三十一到五十九歲 平常不是務農就是打工 為了今年端節龍舟大賽 已經持續訓練一個多月 每天平均六小時 正切花一隻身手 不讓薰眉的充斥速度 看得出非常專業 中圍村用濃厚的龍舟傳統 地方上有好幾支龍舟隊 媽媽龍舟隊更是戰功標柄 馮麗娟已經連續划了二十六年 家裡有許多出國比賽的獎牌與珍貴記憶 今年是中國疫情完全解封之後的第一個端午節 全國多地恢復舉辦龍舟競賽 睽違四年的香港國際龍舟邀請賽 週末在赤柱恢復舉行 此外香港仔 大埔 臀門 西貢等多地也有比賽 吸引許多民眾觀戰 體驗久違的短節氣氛 更新新聞實踪準備